台南的沈小姐 沈小姐妳好 喂 汪哥的 榮基千早 是 其實水平溫那一場我有去 台南的 我們是住在那個客人 我住在新娘 其實我去那時候 我帶孩子去 我起來是看到很感動的 我小孩的時候 我們家剛好在李星峰 委員他們家的隔壁 董珊 不是 新娘 我住在新娘 我所看到的 是那個時候 民進黨都去 他的服務處控制 我們家的外面去給他 放雞蛋 因為他要看他們家 看他的服務處去看我們家 所以我現在回想到 水平溫其實 韓仲去給他放雞蛋的時候 我心裡的感覺就是說 民進黨你們都沒有吉他的招 為什麼我們這些年輕人都不能說 割割割割 然後我在想要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都說水平溫人多不多 包括說我昨天看 你在政論節目跟郭正亮在講的 我自己貼身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韓總的 我算是他的支持者 但是我不算韓粉 所以我沒有每一場都去 我是第一次 然後我們帶著小孩去 因為沒有辦法 爸爸必須要開車 因為我們整個完全都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我一到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有好幾個都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買國旗裝給小孩穿 其實必須要說我們身為台南人 你要我一個大人 然後穿著國旗裝出去 其實心裡是有 我們在現場唱國歌的時候你在嗎 我知道啊 可是我已經比較退到外圍了 因為我小孩還比較小 因為我們大概十五點的時候到現場 然後整個人已經非常非常的多了 然後我剛剛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都是補兵人 穿水泥巴鐵的 那個就是在現場的台南人 我們一看就知道他在在地啊 可是我們一到現場的時候 有很多已經一團一團 已經都是穿好國旗裝 然後整個 包括說我覺得那個就是已經 參加過好多次的 然後他會跟我的小孩講說 欸弟弟啊你要不要搖旗 因為我小孩有拿國旗嘛 然後他們有那個大旗 我知道那個就是韓粉 就是韓總去到哪裡 他就跟到哪裡 可是有很多都是大人帶著小孩 然後就是買國旗 或者是說讓小孩買國旗裝 可是說實話我們大人真的沒有辦法啦 因為我們是在地的台南人 我想那個龍介先生應該知道 然後我真的就是說要呼籲 就是說所有的年輕的朋友 請你去想想看 你在反對韓國語的同時 並且想想你的未來 到底誰才能夠帶給你未來 我們都年輕過 我們曾經也抗議過 我剛說的就是在李勝峰服務處 丟雞蛋的時候 我看到的那一幕是我隔著玻璃門 我奶奶在裡面哭 我爸爸跟著他們在丟雞蛋 可是之後我長大之後 我爸爸告訴我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當成是在戰車上面的那一個人 他告訴我 以後絕對不要從事政治活動 因為你就是推人家上去的那一個人啊 那所以我現在也告訴我的小孩說什麼 太陽花 你看看林非凡 他現在可以領九萬 那一些跟著林非凡一起去靜坐的孩子們 你們自己去想想看 當林非凡在領九萬的這個時候 你在領幾萬 這就是我想要呼籲大家的 並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投給誰 但是你手上的那一票投出去的時候 順便想想你的未來 謝謝台南沈小姐 這對沈小姐 老公 她講了很多重點 不是說她很會論述 是說她就自然而然的講了很多重點 在台南其實說實在 普通時也不像進步其中 我點一個韓國瑜的優勢 其實韓國瑜為什麼初選會勝出 然後在藍裡面有很多人不一定很喜歡他 不討厭他 但我不喜歡他 韓國瑜最大的優勢是來自於剛才說的 請千塊十分兩 這一群人基本上很多都是以前民進黨始終的支持者 他們覺得韓國瑜是真的跟他一樣 生活的宿民一樣 所以這個宿民的意義很重大 除了一般的凡夫走出 拖帆勞工以外 真的回去一天讓民進黨感覺說 他們可以創作台灣獨立 台灣一個美好國家的人 回去就一直支持 支持到他探望支持到他一雷 那時候他們沒有韓國瑜這種宿民無言就對了 他們不會變 他們失敗是真的穩穿 所以這個人是 他不一定支持郭敏宗 對啊 他不一定支持郭敏宗 你說郭敏宗要送他也不需要幫你拿 對對對 真正 不可以 不可以